來椰包了,終於要來改了 然後香港是接椰包的香港 把它上來 一步一步來,等一下把這兩隻拆掉 就能上氣旋了 現在是半夜的1點41分 我昨天下午就用好了 只是我開出去啊 一直有一個叩叩叩的聲音 然後我想說算了 因為我8點那邊要趕快去領一個貨櫃回來 然後就整路摳摳摳 我真的受不了 我打電話給認識的過去那個鎮展的保養廠 請他再幫我把這個上面鎖一下 真的太暗了,我補一下光 我剛剛前面有提示一下 有一段,就是這裡 這個螺絲 本地差不多 瓦射下去 差不多通過으면서兩三些瓦而已 然後就是會有一個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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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盖到窿了便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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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り 什麼樣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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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都會 我在想說為什麼 為什麼一直有這個聲音 然後我趕快過去鎮展那邊 침 請他師傅幫我鎖 終於鎖下去了 然後呢 回來還是一樣 又扣扣扣扣扣 想說到底是怎樣啦 我就差不多 回來再搞一下 也搞不好 因為也沒有工具 所以我下班 下班的時候趕快再去買一支 十八 十八 還有一支 九十一堆青菜 再買一支 十八 把整個拆開 我在想說是不是這個 電片的問題 它這個是這樣 這邊一個座 然後下面有一個這個 上面有一個這個 我就一直覺得它好像歪歪的 因為它上面的底座 它類似有一個 勾槽讓它做 可是覺得就是有點偏厚 之後呢 我把車頭升高 一點點 把它升高 就是沒有整個舉起來 但是有把它升高 然後螺絲把它拆鬆 拆鬆的時候呢 我的壓包呈現這樣 兩支都是呈現這樣 就是往後倒 後來我把這兩支螺絲都放鬆 把它放得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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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敲好聲 整個都定射 讓它在中心位置 中心位置 都改射了 來得都好了 都不會摸摸摸 我整個都安心起來 不然我差不多十點回家 我真的是整個睡不著 因為新車而已 然後 過保固 改個壓包 馬上出問題 我就整個人 我就真的睡不著 我就出來把它弄一弄 然後等一下就直接出車了 雖然呢 剛剛開出去啊 它有一個扣扣扣的感覺 但是整體的那個乘坐 真的是差很多 一些小睡陣啊 其實壓壓包可以吸收那種小睡陣 就是路面顛簸那一種 顛簸不是大的空間喔 昨天錄到一半 手機沒電了 我要說就是 路況比較顛簸啊 它 會吸收比較多睡陣 但是如果大的空間沒有 同樣的箱很大 然後原本就有選配後壓壓包嘛 然後前面再改下去 大概再增加40分啊 你如果原本全部都是彈簧的話 你只改後面 你會發覺啊 舒適度大概增加60分 然後改前面之後 差異就沒有那麼大了 再增加40分 所以現在這樣是 100分 哈哈 然後這一代啊 我之前三代的 欸那個 三個的 BOBO FM就改了 這一隻是不能裝的 那時候這一隻不能裝 然後還會去 撞到面板 那個舊影片的 好幾年前的舊影片 面板會去 夾到這裡 然後這一隻啊 喔 這個 FM-5 FM-5基本上 都不會 跟 任何東西 有 卡關就對了 然後我要改壓包之前喔 我有在國外的那個社團 有去問了一下 然後呢 FB裡面 有一個就是 自稱他是 比利時原廠的人 喔 比利時的組裝廠 原廠的人 他有拍一張照片 因為那時候有 疑慮說 什麼 VDS啊 還是什麼 車道偏移 會因為 壓包會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台灣這邊有這個說法嘛 然後我就在那個 社團上留言 他就有拍一張 FH的照片給我 FH 的確在國外 VDS 前面是有 壓包的 然後呢 他說 FM沒有 因為改車型的時候 他們沒有再去 特別設計位置 給 水平法啦 但是 我們一樣就是 圖改一個水平法出來 本來是想要簡單一點啦 就是靠 然後 後面的 車子 後面的 鞋子 水平法 來給氣 給前面 本來是要用原廠的給氣 只是怕 車頭前後的配裝不一樣 所以後來還是 覺得在前面加裝 然後就 這邊剛好有一個座 就鎖在這裡 然後去買一個SKANIA的餅 飛行頭 這個是 也是BOBO 專用的 這個是原廠的 他這個有出一個Q頭 這個比較貴 那個賣零件的 跟我說你如果買SKANIA的 比較便宜 但是SKANIA它沒有 一體成型啦 沒有像這一隻棒棒糖一體成型 我們說叫棒棒糖 你如果去那個 買零件的時候 你跟它說 你的水平法 棒棒糖 你就聽了嗎 然後 如果是NIA的 它是有螺絲孔 你要對接 會比較便宜 這隻比較貴 大概三千多塊 三千塊左右 然後Air包是我前幾天在那個 一兩個月前了吧 我有在我的FB上面 有貼張照片 從我的樓梯下面翻出來 我放在倉庫裡面 就買420的時候 那時候放了 放到現在 拿出來裝 整體開起來的感覺 就是 達到我 呵呵呵 想要的感覺了啦 只是這個 目前 市面上零件很少 你如果要裝 你真的要考慮 後天還買不買得到 啊買不到 就直接上那個ebay 哦 ebay 上去買 就有了 寄來台灣就好 OK啦 就大概是這樣 還不錯 如果 如果 就是沒什麼信心 就不要亂搞 我是真的齁 從以前到現在就是做過 底盤氣墊的 就 東買氣墊車 車廂 因為以前有做過車廂 4個氣囊懸吊 真的就是沒有4個氣囊懸吊 做起來就是很不舒服 然後 母母啊 母母他的 原廠的彈簧有點偏硬 所以我還是 比較習慣做氣囊 OK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對了然後之前有網友 我跟我說他車廂一直有咕咕咕咕的聲音 齁 我覺得你也可以去檢查一下 這個地方有沒有鬆動 給他上下車廂上下搖一搖 然後 晃動一下這一隻喜瑪 這隻喜瑪 然後之前有粉絲跟我私訊齁 有一個咕咕咕咕的聲音一直抓不到 我覺得有可能是這一隻鬆動 齁 這一隻 他有很鬆動 鬆動他就 蹬撲落的時候 他又會稍微這樣 齁 會位移 他心裡會咕到 咕到這個東西 或是那個剪針套 有一個 有一個套子 在那咕咕咕咕的聲音 看他去有靈音 我會殺你 肯定是 判斷